好 來 那宏偉 你的故事是 像我自己 像剛剛阿德老師講說 最討厭人家樓梯間堆滿鞋子 我是 因為我買的房子是一層兩戶 包括我對面的鄰居 他的鞋子亂的時候 我都會去幫他整理 對齊 久而久之 他後來就直接把他的鞋子收到 他自己房間 房子裡面去 所以我是一個很雞婆的人 因為我看不慣我所看到的環境 尤其我居住的附近 我們曾經做過一集 就是洪偉他是有超級潔癖的人 如果你看到他的衣櫃 你會嚇一大跳 還有他的冰箱 真的喔 那是 那就比當兵還要當兵 對 而且連顏色都要放 是同樣的 由身到尺 由長到尺 然後襪子也是要摺的 內褲也是要摺的 你要知道 對 但是有時候 但是有時候我們的另外一半 我們沒辦法選擇他的習性 總是要交往之後才會知道 原來他是怎麼樣的人 其實我也曾經交過一個 類似像魚肝女的這種這樣子的女孩子 就是他出門在外的時候 是打打扮的光鮮亮麗 那回到家的時候 因為他可能工作的時間比較長 也比較辛苦 回到家就是全部一脫臉 壯也不屑 就可能就是睡覺 或怎麼樣 那我遇到的這個女孩子呢 是他會養貓 兩隻貓都是老貓 然後呢 因為貓有時候他雖然會有那個貓砂 會讓他去上廁所排泄什麼的 他 人家通常是會去親貓砂嘛 對不對 他不是 他可以放好幾盆 他是一次就放好幾盆 讓貓砂在這盆尿完了 他可能還有地方可以去去去那個 然後他的那個床的旁邊永遠都是 因為他鼻子不好 過敏 那每天他旁邊床的旁邊 都是衛生紙 就是醒過的衛生紙 所以我可能一個禮拜會去他家 會幫他把這個一個禮拜的 這個衛生紙清走了 什麼的 然後有時候貓不是會有時候 跟主人耍脾氣嘛 就會到上面去尿尿 或什麼的 他譬如尿尿 他就會用一塊布蓋住 繼續在上面睡覺 然後我就 貓尿是最臭的 很臭 對 那所以我從來沒有在他家過夜過 所以我的 我去他家 都通常是把他的 這是都有做的 我都會去幫他把床單啊 什麼拿去送洗什麼的 那我真的受不了那味道 你好適合這種在一起 我就是需要這樣的人來拯救我 在一起 在一起 其實我剛剛講的都是假的 洪衛哥他很適合 我都可以 聖梅 你可不可以跟他換個胃 他幹嘛一直往我這邊督 我一直一直過去 真的 嫁給洪衛不錯 洪衛會幫你整理 對 而且他對女生也是慷慨的 是不是 我們這樣女生就是希望給男生表現的機會 讓你們的男生覺得你們是被需要的 多有成就感 那可能要整理個一年吧 我在猜 是不用啦 你的速度好不好 你們當場就在來電腦 你死了 洪衛不接受嗎 太恐怖了 真的太恐怖了 試試看嘛 不是 因為我光看完他 我就想到他的那個雜亂 很亂的那個環境 我知道 可是他對自己的身體清潔是很在乎 他也不可能永遠裸體在他面子 代表他表裡不一樣 我冰清玉姐 謝謝 這麼可愛的女生 那洪衛你說還有一個女朋友 是永遠只穿黑色的衣服 這是我一個女生的朋友 就是他每次跟我們出來 他就只穿深色衣服 尤其是他的下半身 他永遠都只穿黑色的裙子 或黑色的褲子 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一般女生不是都喜歡 像遠遠這樣穿得比較亮 會比較一些鮮豔的衣服 然後有一次他就約幾個好朋友 就包括我去他們家 去他們家的時候 他們沒有像遠遠這麼亂 還是算是中間乾淨的一個狀況 但他有一個很奇怪 他有一個小房間 全部堆滿所有各式各樣衛生紙 包括捲筒式的 抽取式的 只要是衛生紙類 他通通都在那個房間 而且那個數量之多是比賣場的 那種還要誇張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 你一個女生自己獨居 為什麼要累積這麼多的衛生紙 他就他那時候講 其實他有點心酸 就是說其實他小時候 好像是國小的時候 有一次剛好肚子不舒服 然後就是拉肚子 拉在褲子上面 好像是國小一二年級的時候 然後說就被同學去取笑他 就是變成他從小會有一個陰影 就是說人家都給他取 很難貼的外號 他變成長大之後 他怕那個陰影一直存在 所以他只敢穿深色的褲子 然後包包裡面 隨時有各式各樣衛生紙 然後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其實跟小學生 很多會有霸凌 這種言語霸凌 其實有很大的關係 然後造成他長大一個非常大的陰影 我覺得還蠻可憐的 是 你覺得印象中男生比較整潔 比較乾淨還是女生 我覺得男生 你覺得男生 我覺得男生 因為男生可能包括我們讀大學的時候 會上成功嶺 當兵我們還是會當兵 所以我們從小就可能就會有經過這個軍事的這些要求 包括我們折眠背也好 包括我們以前牙刷都要對準 給我剛背得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從這個訓練當中 會讓我們去改變我們自己生活習慣 然後女生通常都是爸媽會疼 因為覺得女生要富養 所以會造成比較爛爛的習慣 我自己覺得啦 亂說對不對 我跟你講 男生髒起來才沒底線 我們女生至少還有底線 你們男生髒起來根本一點底線都沒 你看過嗎 男生內褲這件事情 光講內褲來講 女生內褲這件事情 絕對不會什麼翻過來穿 然後弄了幾天 但是有男生真的欸 就是我弟那些朋友啊 沒有欸 我遇過女生那個內褲 他只要換 他只換護墊而已 那好恐怖喔 真的是 真的真的 我覺得超恐怖 只換護墊 護墊 因為他說他護墊很重要 所以他買了一堆護墊 他只是每天換護墊 每換護墊就好了 內褲不要換 對 然後他的內褲的顏色都已經泛黃到變色了 因為他說他看不到 然後人家看不到 就他都可以這樣子戴過 好可怕 什麼顏色會變色 就是內褲啊 穿久了有時候會泛黃 或是洗久了 跟其他顏色混在一起 因為他有些東西 可能就是混在一起洗 他會被染色什麼的 對啊 然後有些 你有交往過嗎 我有遇到過啊 我有遇到過 然後鋼圈都整個變形 都變成阿嬤 然後我想奇怪 怎麼會有省成這樣子 對啊 其實就是懶 對 就真的只是懶 你們這樣兩個人交鋒 遠遠顯然輸了 我太可怕 你要去哪裡認識這些女生 太可怕 內褲是真的要換的啦 但是你們男生可以穿好多天 我知道啦 所以我覺得是底線 髒的底線有不一樣 我內褲有將近快三十件 我自己的內褲 對 我是每天 不用講那麼細啊 我沒有想知道 我每天都洗三次澡 你這樣很浪費水 我跟你講 我們這件事 我們人要環保 省水跟環保 你知道嗎 一天洗那麼多次水 你不需要說服我 我不會跟你在一起的 這是我 你第一次被男生打架 沒關係 等一下試試看 我會勾起他的慾望 對啊 他是天蠍座的 不要以身術法 我收回我剛剛的話 不好意思 小心喔 阿德 你說有碰過 女神級的藝人 髒亂到不行 真的很 就是非常髒 非常髒 多髒 就是吃的東西 他都不知道說 其實是要丟到垃圾桶的 然後那個就是 因為我們幫他租了 就是租套房式的房子 你知道那個套 你現在講的是另外一個 字 有好多個可以想 好 我先把這個講完 好 他這個就是 一般不是套房 還是會有一個小廚房 對不對 對 那個廚房根本就進不去 因為就是一大一大袋的垃圾 一堆到快要到天花板了 就是可能堆了七八袋的 很大的袋子這樣子 然後呢 房間裡面啊 你就會發現說 都是有一堆喔 就吃了一半的零食 跟便當什麼之類的 你說誇不誇張 那裡面會有很臭 味道 但是你就覺得說 而且他還有男朋友 而且男朋友還是屬於就是帥 有錢 然後開跑車 然後也是應該 家裡也是應該很豪華 那種人 可是呢 就是比你還好 你這樣願意忍受 反正現在年輕女神嘛 你現在問我說 這女神等級 就是資深女神 其實我去他日本 台語還是國語 國語 我要去日本的家的時候 因為他老公很有 也是很有錢 然後反正他們就是住在 同一層的兩戶 那一戶是他老公的辦公室 就是工作室 那這一戶就是他跟老公住的地方 就發現他們這個家裡 基本上沒有採地上可以採 因為什麼 因為整個房間塞滿的貨品 但是那貨品跟一般的貨品 是不一樣 你一看就是名牌的衣服 名牌的配件 不然就是時尚雜誌 就是這些東西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可能有一半都沒有拆開過 買了滿 滿滿的 但是他老公那辦公室 就完全跟這個辦公室 是極端的 因為大概都一樣大 大概都有一百一百坪左右 而且你看京都其實是非常貴的地段 旁邊就是皇宮 你看多高級的地段 整個辦公室很大 空空框框 只有一張桌子 一張椅子 連兩張椅子都沒有 你說他老公嗎 在辦公室 在工作室 對 只有一張桌子 和一張椅子 非常簡潔 簡潔 什麼東西都沒有 空成這個樣子 兩個階段 互補 互補 在一起 真的不一定 我甚至有一個朋友 他那個房間亂到什麼地步 你會覺得說 根本就是好像 我覺得跟 我覺得比街友的住的地區域還亂 你知道街友 其實有的還滿整潔的 就是至少有個包包袋子 什麼就這樣 他就一個箱子 箱弄好 就是剛剛驚醒的 他的房間亂到垃圾一堆 但是他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是非常整齊的 對 就是他的衣櫃整排 衣服都折好的衣服 也是同一個顏色 白色的 一整排大概二十件 就亮在那裡 乾乾淨淨 整整齊齊 然後他上面有一大繞的 那個漫畫書 是整整齊齊的 可是其他像垃圾場 請問為什麼會這樣 溫那個 溫專輯 就是很奇怪 他亂還不是全部亂 然後他有些是很整齊的 那個 那幾個襯衫 然後呢 其實我後來仔細觀察 我沒有看過他穿過白襯衫 他又那麼整齊 但是又沒有穿 而且十幾件 而且都同樣的